我先講一個恆指 因為指數這邊的表現 以星期五的收市 我覺得暫時就看不到 有一個很大的突破之餘 今天雖然你可以說 那個成交都還有1456億 還想怎樣 不要忘記星期五 我們升308點 是有1508億的 今天雖然升166點 高於開市位 但一度其實在十天線附近 十天線你不要以為它真的突破不了 但是突破到要站上去 你站到三天以上 將十天線轉跌為升 就會好看些 否則投資者的戒心都會很大 上星期五條十天線 其實是28316 現在已經再進一步 落到283 齊頭了 今天差30多點 都不跟你放上去 還要升市裡面 成交縮到15億 在10億樓下 其實就 你說好不好看 你告訴我 不要我告訴你 好不好看 但是上升股份 985下跌的 都700多 這個比例 其實都算是有些拉鋸 就是說 那你都不滿意 升多個少 但其實升了900多 跌了700多 我們可以說 你不要只是側上一邊看 今天很明顯 就是受著騰訊 未來星期四出業職 美團還未打出來 什麼時候出業職 阿里上個星期出了 都是因為一次過 180多億入帳 就形成了虧損 還有就是 今天如果控制到的指數 都有很多題材 多少的題材 一個就是疫苗 疫苗又不是可以借的 就是今早見借2196 就復升就一般的 埋單雖然升來收 但是是陰燭來的 還有呢 6185 康熙樂 今天反而好像好得 你以為他好得呢 他去過364元 但是收市是收回346元 其實他是純粹上來保裂口 所以 留意回形態上 其實很多個股 今天出現了 那個先高後低 或者是形成了 最後呢 是收陰燭 其實這些都是敗筆來的 在星市裡面呢 其實看到這些現象 就不是太好看 還有今天呢 可以留意回 那個恆生指數呢 是彈回上去 28,000二樓上見過的 但是收是收不到 28,000二樓上 收在28,194 真的是做 差一點都不做了 那台股那邊就更慘了 因為那邊 疫情嚴重 已經是連隊第四天的了 所以我覺得 暫時如果 就是投資者 你說去找一個市場 是不是要 要比較 真是去撈底 落後 我覺得今天呢 台灣那邊 確診三百多個 令人更加開始懷疑了 究竟之前完全沒有確診的 是否因為自己不檢驗呢 因為他一天只在 萬華那邊 因為我弟弟都在台灣 我不知道是台北還是台南 現在 他以前就住在新北那邊 現在台北和新北 就是雙北的生活圈來的 那裡 如果去到萬華 你沒想過 上星期說 那些茶館原來不和我印象中 我們印象中的茶餐廳 不是那些來的 那 所以 如果一天 一個weekend 檢測到那五百多個 已經馬上發現到六十幾個 超過一成的確診 其實是很恐怖的 還有這次 真的可以用一傳十 十傳百來去形容 因為先是華航的機師 Lof Hotel 跟著演變到 是獅子會的會長 跟著就是漫畫的茶館 跟著有遊戲機中心的群組 哇 隻兩隻 一傳十 十傳百 這次疫情的民眾 今天埋單 台股都還要跌 兩點九九 三個percent 差不多三個percent 這樣扔下來 其實是扔到都傷了 就算星期四 星期五那些 可以說連續跌了第四天 中間星期五其實就彈了一下 不過今天都是延續著向下 上個星期已經是跌了三個交易日 很重要的 但是星期十號那個 都已經是四個了 現在一直下來都是一種沉底的格局 台北加權平均指數 其實RSI去到22 我們看回自己 或者甚至看回恆生指數 其實最大的支持位一定是在 我們看下正的地方 我們看下正的地方 最大的和諾 就是有一個 那些地方 的一個 的地方 就是 我們看下正的地方